我养在海洋馆的蓝魂章鱼居然孕育了 我叫王小慧 在海洋馆缺了一块地养蓝魂章鱼 今天突然发现他居然怀孕了 正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饲养员的时候 他却说 你这蓝魂章鱼找一个 死了 没看到什么体调 告诉我好了 那用不用疏散一下有困 不用 这个玩意就是除了几十分钟就干死了 咱用不用去找找章鱼之地 不用 都不一定能死 这一种钢这么稀 进哪个钢也摸不了 他最近那钢是哪个呀 好像是 海胞 不是让你给小的拔的吗 有毒啊 这玩意老贵了 不行 我得找个例如去确认一下 这一桶随便喂 这个胖的少喂点 这个瘦的多喂点 我能进那里头才能胖的喂吗 嗯 可以 饲养员小姐姐示范如何撸海豹 你左眼猴你能干吗 你要站起来哦你啊 你爪干啥呢 哎 吵 完了就点 放心吧我自己喂就行啊 我打听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吃到身上带篮圈长拔个爪 吃完了舌头的麻还能看见太奶的东西 我知道你俩能听懂人话 那饲养员都跟我说 你干啥 童号圈没丢的 行了看你这样你也没撕过 来 哎 搁这带好啊 我赶紧去瞅瞅那个胖的 胖胖来 吃鱿鱼 你最近瞅着过你太太吃 嗯 嗯 我 你啥就顶上这桶了 这够不早 你下去帮我剪一下呗 你真能听懂文化啊 对对对 就这个刁钳 那给我的 就 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喂完了 嗯 好呢 我给你家海报打包拿走了 说吃完了能给送回来 我怎么忘记了 这是你 勤俭节约 一向是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美德 今天是螳螂虾干饭的日子 取最为健康肥美的小龙虾一只 置于螳螂虾缸内 等到小龙虾被彻底的弹蒙哩之后 螳螂虾就开始大快左翼 也就是慌慌一顿糟 螳螂虾吃过虾黄和虾脑之后 就将小龙虾扔了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将小龙虾喂给章鱼 经过螳螂虾处理过虾黄内脏虾陷的小龙虾 能有效的去腥体现 然后章鱼又在这个快乐地剪送饭 经过了章鱼 滋滋不倦地进食一小时后 虾的残骸被吐出 虾壳拥有丰富的钙 鳞甲 整包还有点胡萝卜素它 完了这个时候丢进 就相对来说的比较浪费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喂给面包虫 就这玩意儿啃骨头 那是一绝我跟你们说 过了七小时 我们把吃饱了虾壳的面包虫 拿出来喂给蜜袋鸥 一只成年的蜜袋鸥 每天可以吃掉大概三到五万只面包虫 也可能没有那么多 怎么好就是造个三五个就饱了 这都说不准 过了一个晚上面包虫已经被蜜袋鸥消化 并且变成爸爸拉了出来 然后咱们收集一下这个爸爸 把它们喂给小龙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红桃三 意味着爱心 也就是说蜜袋鸥是怀出来的爱心 拉的这颗爸爸 经过两个小时 我们把吃的最多的蜜袋鸥爸爸的龙虾 拿出来再喂给螳螂虾 今天早上起来发现的 奶酪香的门没关 昨天我给他换完水之后 忘关门来 当时我就惊了你吗 我这一下子就惊了 因为那么个小东西吧 无论它到哪 就是鱼缸也好 它是怎么的 就比如说搁这个缝里来呀 喝个水啥的 胖一口把事给摸摸 就甭管是这个河豚呐 恶龟啊 还是那个缸里的电瓣呐 都非常的足够轻易给他弄子 我就找啊 哎呀我这个新的不行不行的了 完了后来找着呢 我这刚找着啊 你们看一下在哪 我刚才我就下楼 哎呀我就下楼 我一转头我发现这个纸不对劲 这纸上面呢 嗯 有罪犯留下的痕迹 一泼尿外加两头把吧 嗯 然后我定睛一看 哎哎 起来啊 别睡了回伍睡去说 回家睡去说 走走走走 哎呀 然后都把他一样 回家睡啊 行乖 掉了碗球跑了啊 这水实来我这门老汪给你滚 我发现我就是 我就是手茄我 昨天倒了一款消化细菌 我这气壁呵呵的 我给螳螂蝦夹了点 今天这缸水就成糖了 这消化系统彻底崩溃了 啊 刚换完水也不知道能不能养回来 这个 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这水我也不敢拿它养螳螂蝦了 没着没落的啊 在这 那个 那个 不知道那缸水啥时候能好了 你哥这里你先待两天啊 然后索一下了 前两天到的那只章鱼呢 不出意外的 不负众望的 没了 我也跟哥们索一下 为什么我养章鱼的路如此坎坷 第一点 章鱼的饲养难度 在大多数海水鱼里面算是 哎 章鱼算鱼吗 反正就是饲养难度比较高 对这个水质要求啊 盐度啊 包括环境以及运输途中 再包括路缸的适应能力 再加上盐度啥的 就是比较脆弱那个物种 其次 昨天那只章鱼 问明白言的 到货的时候状态就不好 浑身撒白撒白的 就那个时候基本就已经废了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玩海水鱼的一个大手子 问我用的是什么盐 我说珊瑚盐呢 他说哪个牌子珊瑚盐呢 我这边赶紧去购买记录上我给他截图啥的 还没等我把图片发给人家呢 他说了一个牌子 问你是不是这个盐 我说对 就是这个盐 完他说果然 这个盐不行 拿这个盐养章鱼必死 然后我回想了一下子 我之前养章鱼的经历 好像只有上一只总逃跑的那只章鱼 活了很久 这么之前有一个真销章鱼 活了两天 其他章鱼基本上就是入缸了之后 就好像这缸水有毒死的 在短短的十分钟二十分钟的直接死亡 于是我这个章鱼缸的水 我就打算重新养嘛 然后吃锯子买了一块 新养 这一桶三百多块 然后为了缩短这个水系统养成的时间呢 我又拿纯净水 饮用的桶装纯净水开这个 就是此时此刻 现在就是大概这个盐吧 大概五块钱一碗 这个水呢十块钱一桶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 这个缸就这缸水就值个将近二百块钱 然后新章鱼我已经定了 等这个水养好了之后 就整过来 这回就是从里到外 全都换了一遍好的东西之后 我觉得这回这章鱼我能养住了 我就必须要摆脱章鱼杀手这个称号 然后我就 好